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国不排除要求更换世卫组织负责人 甚至可能自此不再向世卫组织提供资金 简直是赤裸裸的威胁 拿美国准备不再为世卫组织提供资金作为威胁 要求谭德塞下台 而后再对世卫组织进行调整 让世卫组织沦为美国打压中国的工具 之前 美国宣布暂停对世卫组织提供资金 其根本目的就在于此 特朗普政府搞世卫组织 搞谭德塞 核心原因就是世卫组织和谭德塞没有听从美国 没有按美国的旨意去参与抹黑中国 世卫组织的实施求是客观反映中国疫情 更是让美国抹黑中国缺少权威依据 变成了美国政府和美国政客的独角戏 哪怕西方盟友时而有一些零星表态 但客观上也并未全力支持美国 尤其是在对待世卫组织的问题上 美国最铁的盟友英国政府都反水了 就是在特朗普宣布暂停对世卫组织资金支持后不久 英国政府就宣布向包括世卫组织在内的多个国际组织提供2亿英镑的援助 其中据报道给世卫组织提供的支持是高达6500万英镑 其实英国这么做 既是表明自己的立场与美国不同 客观上也的确是在为自己国家的长远着想 毕竟 在抗议中 世卫组织掌握的有效信息是最多的 加强与世卫组织的合作对英国只有好处没坏处 这也是修复英国政府之前消极抗议的一种积极表现 事实上 美国干这件事一直都是站在全球的对立面 毫无疑问 当前世界联合抗议是对全人类最有利的事 只有联合抗议才有助于消灭新冠 然而问题在于 美国作为全球第一强国 不但不给全球抗议提供任何支持 还抢抢各种物资 甚至连作为世卫组织会员费都停缴了 这当然是对全球抗议的伤害 当然是和全世界过不去 然而美国做这一切却都是为了甩锅中国 这当然是不可能成功的 因为疫情不会因为甩锅而从美国本土消失 美国这么做当然是对控制疫情不利的 而这一切核心目的还是为了选举 为了选票 为了选举 为了选票 治老百姓的生命安全与身体健康于不顾 这就是美国政府 事实上 据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新冠肺炎疫情实时监测系统显示 截至美东时间4月24日下午五十三十一分 美国共有新冠病毒感染病例89万零五百二十四例 其中包括死亡病例5万一千零一十七例 与该系统约24小时前的数据相比 美国新增感染病例两万六千一百零九例 新增死亡病例三千一百二十五例 每日新增依然保持在三万左右 并没有明显减少趋势 根据几次抽样检测 美国实际感染人数很可能早已达到数百万 纽约州长安德鲁·库默4月23日披露的消息 纽约州随机抽样调查有抗体的比率高达13.9% 若按此比率计算 纽约州至少有270万人感染了新冠病毒 若按这个比例计算 纽约州的死亡率只有0.5% 考虑到一些死亡病例并未计算入新冠死亡病例 所以事实上美国的死亡率很可能就在0.5%至1% 如果此推断合理 美国感染人数是现在确诊病例的5到10倍 这一点 从美国医疗系统并未被压垮 死亡率却不断上升也能看出短倪 而确诊病例没有大幅增加也只是限于检测能力而已 在美国疫情如此严峻的情况下 美国还在兜圈子试图搞掉谭德塞 而搞掉谭德塞的目的却是甩锅 甩锅却又是为了总统选举 美国政府不集中力量抗疫 把精力都放在了甩锅上 美国疫情肆虐时间 死亡病例只能不断增加 而这一切什么时候停下来好像遥遥无期 那么 特朗普真的能从这个甩锅中获利吗 恐怕也未必 之所以这么判断 原因有两个 1.抗疫是持久战 终究会露线 抗疫这事不是两三天的事 中国轻举全国之力 14亿人积极配合国家 4万多名医护冲锋一线 这才有了两个月控制疫情的奇迹 美国呢 疫情已全国蔓延 确诊人数正在逼近百万 实际感染人数可能早已达数百万 现在每天新增确诊依然高达三万左右 这么严重的疫情 什么时候能结束 毫无疑问是个未知数 而到了冬天可能会有更加严重的第二波 所以对美国来说 抗疫肯定是个持久战 抗疫是持久战 疫情迟迟无法结束 甩锅难道不就露线了吗 还会有怎样的结果 所以甩锅是达不到目的的 最终特朗普大概率还是会选择推迟选举 种种迹象表明 特朗普也在为此做准备 准备成为战时总统而推迟选举 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 好像也看出来了这一点 据环球网综合美国政客网站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消息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4月23日预测称 特朗普将会试图推迟将11月举行的2020大选 以成功连任 但无论如何 特朗普的甩锅能制造一时的话题 却不能真正把锅甩给他锅 这锅不是别人想不想背的问题 而是根本不可能替美国背走 遭受疫情肆虐的是美国人民而非他国 而民主党正准备抄特朗普后路 关于选举 民主党其实已经开始抄特朗普的后路了 据外媒报道 当地时间4月23日晚 美国加州州长加文·纽森下令验尸官和医学检测员 对该州去年12月以来的死者作试检 查明疫情最早核实在加州发生 纽森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要更深入地挖掘 并对早在加州发现疫情之前 就可能死于新冠病毒的人员进行试检 其目标是引导人们更深入地了解 这场疫情事实上是何时开始对加州人产生直接影响的 纽森对记者说 重要的法医信息 对于理解有关这种疾病的流行病学 有着深远的意义 会让所有的事情变得更加清晰明了 不仅仅是之前那个公告 我相信加州今后还会陆续出现类似的公告 加州纽森之所以开始盯上了疫情在美国爆发的时间 根本原因在于加文纽森是民主党人 他要帮民主党的拜登赢得大选 同时一旦真的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病毒早在1月或更早就在美国流行 众议院就可以立直气壮地调查特朗普和疫情爆发之间的关系 而加文纽森如果在搞掉特朗普问题上立下大功 其政治威望和曝光率将会大大上升 接下来他则有可能成为未来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向纽约州的州长安德鲁·库默不断借疫情加强曝光 也是这个目的 事实上民主党也已经开始了行动 据纽约时报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4月23日投票通过成立特别调查委员会 以审查特朗普政府对新冠疫情的应对 以及经济救助计划的执行情况 该委员会将由民主党众议员吉姆·克莱伯恩领导 有全传换证人调用文件 其职责是检查过去两个月推出的经济救助法案的执行情况 并审查对新冠病毒危机的准备和应对 包括政府对检测和隔离等问题的处理 设备和医疗用品的分发等 如果事件不断证明疫情爆发的时间 要比特朗普声称的实际时间早得多 同时越来越多的文件表明 特朗普政府应对疫情不利 那么围绕新冠疫情的博弈 就像通俄门、弹河门那样成为两党博弈的着力点 前两次特朗普都赢了 这一次呢很难说了 因为如果最终事实证明特朗普独职 那些被特朗普伤害的选民们 还会那样支持特朗普吗 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前 特朗普支持率一直领先民主党候选人 但在新冠疫情爆发后 在与拜登的支持率PK上 特朗普一直处于落后局面 特朗普把大后局面走到这步田地 现在在疫情爆发时间上 要被民主党摁在地上撕咬 根本原因在于特朗普政府的甩锅 特朗普政府为了甩锅 不断颠倒黑白 让舆论焦点全部集中在了 美国疫情爆发的时间上 结果引赖民主党揭示大作文章 由于美国疫情爆发时间有实锤 接下来民主党肯定死挖 特朗普政府的这一漏洞 那么特朗普在疫情问题上 面对民主党就会越来越被动 特朗普政府唯一正确的路 就是和中国联合抗议 用中国的经验和物资支持 加快控制美国疫情 然而特朗普政府只想着打压中国 只想着抹黑中国 甩锅中国 这些必然大量占用各种资源 浪费抗议大好时机 也必然使得美国抗议漏洞百出 接下来特朗普大概要付出代价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喜欢的朋友点赞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